将近4000艘渔船 老早就驶入宁波港避风 因为今年第12号台风梅花 14号就要在中国大陆浙江沿海登陆 中国大陆中央气象台 已经发布第二高的橙色预警 浙江省更是严阵以待 将应急响应提升到最高级 目前它的登陆点也有一些不确定性 主要是在浙江的每个位置 有可能偏北一些 如果偏北一些的话 靠近州山这一带 它的登陆时间就会偏晚 到了傍晚甚至是夜间 如果它的位置比较偏南一些 比如在台州这个地方的话 那可能登陆时间就是在14日的下午 根据预报 14号当天台风风力最强 强降雨范围也最广 其中暴雨和大暴雨 将集中在江苏南部 安徽东南部 浙江中北部和上海等地 宁波市部分列车停运 中小学和幼儿园 14号停课一天 全市预先撤离超过10万人 受没话影响 前堂江在风雨之中迎来大潮 13号依然有不少民众 不为风雨挤满江边 就怕尿城意外 绍兴市政府已经寄出禁令 防台应急响应期间 禁止市民在前堂江边观潮 大海新闻 江玉挺便宜